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奥书罗美 我是陈奥老师 有的家长来问说我的孩子在美国留学 我听说美国的军校 比如西点军校 美国的海军学院非常的好 我的孩子在美国能不能上军校 我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美国军校都包括什么 我们说有大学和中学 那么我现在主要来讲大学 大学就包括美国的陆军学院 就是所谓的西点军校 那么还有一个叫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军校 还有美国空军学院 美国海军学院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学院 这五所学校全都是由美国的联邦政府来资助的 它和公立大学 比如说皮道大学 宾州州立大学 这还不一样 那么这是完全的政府资助的学校 而且学生上这样的学校是完全都是免费的 那么这些学校是可以接收国际学生的 但是由美国的法案来规定 这些学校每年只能有60个国际学生在校来就读 那么这些学生也是必须要经过 美国的国防部的审核的 一般是美国所谓友邦国家 那么在我的就业的从业的经验里面 还没有一个中国大陆护照的学生进到这样的学校 但是我有的学生 美国拿美国护照的学生 他是进入到这些学校 这是有的 那么美国的军校在美国是有很高的这样的荣誉的 而且在美国一般人 你去到这样的这种最一流的学校 因为像西点军校在很多排名里都能排到前20的 那又去到这种学校又是保证能免学费的 所以它吸引到非常多的好的学生 所以这是非常荣誉的一个事情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排名 曾经排名过前10名的一个公立的学区 很大学区 叫North Allegheny 那么他在一年这个校报上就说 今年我们特别兴奋 我们有同时有被西点军校 被美国海军学院 美国空军学院录取的毕业生 因为他每年都是这些藤校 基本上都是全包园的 但是他这一年有这几个军校录取生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高荣誉的 所以他的像西点军校的录取率 是比哈佛都要低的 都不差的 那么中国学生不能去这几个政府支持的军校 但是并不说明中国学生不可以来军事相关的这样的学校 那么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有军事类的军校类的高中 它是以军校的形式来培养这些学生 那么这里边有的学校是完全的高中 有的学校是高中加上两年的大学 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学校的他的资金并不是美国政府来给的 那么再有一个学生也可以去一些 就是跟国防部相关的很紧的一些学校 比如说在Vermont就有一所学校 他的项目他不是军校 但是他有这种比如说像他的Cyber Security 就是网络安全 这个项目的全美的排名是排名进前三的 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他也是很欢迎国际的学生 不受这种军事的限制 所以如果想要是有这种军校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因为军校体验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种教育的一个模式 比如他特别注重纪律性 特别注重协作 特别注重领导力 那么如果你要是愿意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 也可以像我说的 就是进入到我刚才说的那几个 就是纯高中或者高中大学联合的 比如像New Mexico 就是新墨西哥的军事学院 那他就是一个高中大学联合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还有这个Virginia这个学校的 这个跟军事非常有关的这样的这种项目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就这个是专门针对一些想要接受有军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一些 他的这种接受他的教育理念的这样的学生和家庭 给你们说一下 好的 如果你有什么你的意见或者补充的信息或者是不同意见 你可以呢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呢你这个也欢迎你呢来点赞 让更多的学生家长能看到 如果你有关于留学美国呢 有任何的疑难答证 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私信我 我呢都会尽量的来解答 好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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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